来 雪狼大哥 你来了 宋兄弟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河江军区的 副金刚副连长 您好 雪狼兄弟 宋同志一路上都在夸你是抗日英雄 真是闻名不如相见哪 姓辉 姓辉啊 别听他瞎说 宋兄弟 听说你们要攻打崩石岭 就你们这些人 想要打下崩石岭 绝无可能啊 我从军十几年 大大小小的战斗经历过上百次 不是下打 我们是长盛连 拿下区区崩石岭 小菜一碟 我大哥说 他会保护义马川一方的平安 麻烦你转告公安堂 如果 他真的是为义马川的百姓住下 我们希望他放下武器 接受我们的改变 这也是公安堂唯一的出路 你们说话算谎吗 共产党绝无戏言 霍哥 你真的决定再去崩石岭啊 好不容易离开那块伤心地 却而怕你再死生一回 我答应了我大哥 也答应了共产党 我相信我大哥不会害我的 你就是太善良了 自从你把我安置到义马川 这六年来 我总算看清楚一件事情 只要他公木匠一日不死 这一马川 就一日不得太平 说什么呢 我大哥当年也是没有办法 才上那山 现在 山上一票兄弟 在背后指着他呢 你少为他开拖 前些日子收保命费 后街的胡老娘 硬是被他给逼得上了调 这种缺德损益的事 这半年来他公万堂 可没少干 那你说怎么办 真叫他们打起来 吃亏的还是川里的百姓 连长 宋毅同志 宋毅同志 是 军区方面 命我部全力清剿 以龚万堂为首的 四块金土匪武装 还义马川一个太平 绝不姑息 但部队初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希望你能重组工作组 深入群众 充分发动群众 您放心 但是连长 这义马川的老百姓 长期被土匪欺压 思想保守 您还是得多够点时间 我有任务在身 缺的就是时间 宋毅同志 努力吧 我抽调几名战士 配合你工作 多谢连长支持 保证完成任务 雪南同志 你怎么还不回家 我没有家了 这儿就是我的家 连长 宋同志 我想跟你们一起打土匪 为我爹报仇 雪南同志 这打土匪是男人的事 你一个女孩子家 太危险了 女孩怎么了 从小我爹就 带我进山打猎 教我找草药 聊红伤 这儿的地形我都熟悉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我看雪南同志 说得有道理 我们是人民的队伍 走到哪儿 都离不开人民群众 不是 连长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留下来 连长 咱们长盛连 可从来没招过女兵啊 雪南是革命后代 又是咱易马川人 他爹牺牲了 我们部队上理应照顾他 我看他可以留下来 那好吧 那我们可以 发展丽雪南同志 当易马川的 第一个女民兵 这样事出有因 我们也可以给你发枪 你也可以帮我们去易马川 组织群众 发动群众 这个主意好 我们剿匪 一定要依靠 易马川人民的力量 雪南 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 你不光要配合我们的工作 还要发动易马川的富老乡气 帮助我们剿匪 雪南明白 只有消灭了土匪 易马川的老百姓们 才能固上太平的好日子 行啊你 还挺像个民兵的样子嘛 民兵丽雪南报到 我睡了多久啊 睡多久 你怎么不问问 你昨天晚上喝了多少酒呢 啊 越来越有本事了 酒比我都勤 酒比我都勤 一不留神 人就横着了 生气了 你要是真生气了 那我就放横着出去 你敢 不许你胡说 不说了 少了我也不说 算你有良心 我有良心 你有啥奖励 奖励你一碗醒酒汤 晓儿啊 我要走了 现在就走吗 对 我已经答应了他们 今天就得上崩石灵 我知道那些共产党挺好的 保护老百姓 比你那些土匪大哥好多了 火哥 你要是铁了心要去 我陪你 火哥 我说过 这辈子为你做什么都可以 这不只是因为你把我 从鬼子的刀下救起来 我只要你一句话 戴上我 天涯海角 我都跟定你 可你怎么就不明白 晓儿的心意呢 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你怎么会不明白呢 晓儿 再往后 给自己找个好人家了 我知道你爱沈玉蓉 沈玉蓉也爱你 可是公安堂是你大哥 你这么折磨自己 所以你才选择离开 所以你才选择离开 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钱也要试一试 不然这辈子 我不会原谅自己 一马川 你看一下吧 在北平 一马川 在北平 我 雪梁大哥 叫我杨风火 风火大哥 把你们那个破船单给我看一眼 什么破船单啊 写得不错呀 这么快就加入共产党了 没有 不过 我现在是一马川 第一个女民兵 对了 风火大哥 有件事我想问你 听说你要上崩石岭 跟龚万堂谈判 你有问题吗 那你去谈判 是为了一马川的平安 还是为了你那土匪头子大哥 跟你这小玩意儿啊 说不清楚 杨风火 你也是有家仇在身的人 你应该明白我的感受 顾安堂他欺压老百姓 杀人如麻 他就应该去死 他凭什么还活着 来来来 来来来 坐下说 丽雪楠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怎么说呢 双方如果真的打起来 势必会流血 会流很多的血 真到了那个时候 一马川 会有很多人像你一样 失去亲人 我现在怎么做 才是真的为一马川好 我知道了 你就是想帮龚万堂 你就是想帮龚万堂 还有冷老三 因为你们是结拜兄弟 所以你根本不愿意替我报仇 杨风火 你根本不是为民除害的英雄 你是土匪 老三 拜见二哥 猴子腿 拜见二当家 我已离开山寨多年 不该再教我二当家的了 二哥 瞧您这话说的 当年您弃寨下山去打日本人 大哥可是天天跟我说 只要咱崩石岭还在一天 你永远是我们二当家的 大哥在吗 在 在等你呢 猴子腿 去告诉大哥说 二哥来了 快去 二哥 请 什么 共产党不肯折军 除非大哥接受他们的改变 不战而降 投奔了共军 这是你的意思啊 大哥 共产党毕竟已经先行一步 占了一马川 大哥 投了他们 恐怕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 是啊 对啊 为了一马川一方的平安 看来只能这样了 不过二弟啊 这共产党的话咱能不能信哪 我这手上可沾着血呢 我觉得应该能信 你没听见 你看这样行吧 让共产党一个管事的 上山来咱们面影 虽说不是做生意 但是条件还是得谈一谈啊 那自是当然 好 我呢 先替崩氏令表个态 先退让一步 交一些武器装备给工军 这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大哥如果能这么说 弟弟我就能心无旁骛地 离开一马川了 你 你要离开 大哥 其实我这次回来 就只是给爹妈拜个坟 当年那十个鬼子 我手认了八个 分我看到了 多谢这些年来 大哥替弟弟 都是自家兄弟就不必多说了 这样吧 你走之前 你 你去看看玉戎吧 你过来把你带着 你不认为了 你这么说 你啊 你我还不认为了 你真是 你不认为了 他就也不认为了 他不是 你放心 大哥 大哥不会多想的 去吧 去看看他吧 也好 我 我去看看大嫂 好好好 你怎么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上崩石令 这些年 你过得好吗 我都以为你死了 你说我过得好不好 我对不起你 没有谁对不起谁 只是我伤心 在你眼里我沈玉蓉 居然是一个贪图荣华富贵 吃不了苦 不配跟你出生入死的人 我没这么想过 这么想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你最后终究是没有带我走 我欠你的 这辈子还不上了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一定不会再负你 哪儿还有下辈子 这辈子就这么样了 各自珍重吧 等这事儿完了 我就会离开一马船 再不回来 走了好 走了干净 你 你本不是池中木 刘航 终究不是正道 我就是希望大哥能走上正道 这即是为了他 更是为了你 二哥 二哥 大嫂 二哥 枪支已经装香了 我走了 大嫂 二哥 武器可是不少啊 文琪 你在这干嘛 杨风火 我问你 我母亲是不是喜欢你 你一个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 我小孩子怎么不该问 母亲的事 儿子当然有权利知道 文琪 你的母亲 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你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你别想瞒我 你什么都瞒不住我 母亲她一听到你的事 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 偷偷地哭 你打我的时候 她都没有哭得这么伤心 我问你 你跟我母亲究竟是什么关系 文琪 我和你的母亲没有什么关系 她是爱你的 文琪 你 二哥 二哥 这孩子 二哥 这不懂事 就算我不是孩子 你又能对我怎么样 我永远都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二哥 二哥 大哥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他共产党杀了咱六个兄弟 他凭什么跟咱讲和 咽不下这口气 你就下山去溜溜马 顺便到茂尔山 蜂蜜沟 锅盔店 去坐一坐 既然咱们四家已经结盟了 得经常走动走动啊 不是 你 顺便去告诉那三位当家的 我同样也送了他们一些武器 让他们凭本事到驿马川去拿 大哥 我明白了 你是想借他们的手 这是去尝世的银楼 嘿 但是让他们在乎 我相信第一次 去尝世的银楼 是啊 让我乎你拒绝了 人会赶紧义避开 在马上的花里 就找人们 我可以当心是 民党的 强党呢 百负俗 和他人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随阳风火去崩石岭 来而不往 非离也 我是担心龚万堂和国民党 早就沆陷一气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咱们会吃亏的 咱的兵各顶各地硬朗 那些土匪不是对手 老夫啊 你这是冒进 这件事啊 还是先请示军区首长再说吧 我的指导员同志 这事用不着请示 可你拿什么 向我保证你的安全 杨风火 杨风火和龚万堂是八败之交 如果他们穿一条裤子的话 你怎么办 这事没什么好怕的 杨风火既然是抗日英雄雪狼 我就相信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绝对不会害我们共产党 连长 赵导员 要不这样 还是我去吧 谈判我再行 别争了 就我去 特派员 卑职发现龚万堂 给共军送军火 这个龚万堂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会不会是龚万堂 他已经背叛了我们国军 消息准确吗 绝无插索 按照您的吩咐 这些天我就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好 好一招换兵之计 大海 告诉弟兄们 马上跟我上山 这可是我们旧国出监会第一次露脸 必须要做到万无一事 有会长亲自作诊 保证万无一事 你见着他了 见着了 你打了他孩子的事 他可以原谅你吗 原谅 或者不原谅 大爷已经打了 你还会再见他吗 永远不会再见了 那你准备啥稍走啊 等改变的事就弄完 我就走 走了 就再也不回来了 庆姐姐 庆姐姐 你咋让我大哥走了呢 你没想办法让他留下来呀 留得住他的人 留不住他的心 你又怎么害的 我说你们这些女人 咋这么没用呢 你想过了吗 如果把我大哥的人留住了 这时间一长 那心不早晚还是你的吗 我这还等着喝你俩的喜酒呢 你懂什么 忙你的去 听说你是抗日英雄 很能打呀 别听人瞎说 找个时间 咱俩切磋一下 大哥 大哥 通知茂尔山 蜂蜜沟 锅盔垫 三块金 按原计划执行吧 大哥 你这剑刀杀人之际 真是高明啊 别都说了 别耽误了正事 你这剑刀杀人 快去吧 大门家 特派员带人上山了 请 客师家 民众大 절�кив beast 离着 我几个事 环境 走 来连托胖子 我向尚峰报告了此事 你猜尚峰怎么说 怎么说 让他谢文东自己找个采访 弄一套 只要不做成 跟共产党一样的麻雀庄就行 好料子 好样子 可龚市长就不一样了 尚峰要我送上这身军装之前 特地地对每个细节逐一检查 成荒成空 所以龚市长这回 千万不要搏了小弟的搏面哪 恭敬不如从命啊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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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茶 喝茶 听说龚市长派人给共军送去了武器装备 兄弟猜想 这一定是龚市长的缓兵之计吧 知我者 特派原野 不瞒你说啊 这上一回呢 我们失了手 这第二仗呢 我让他共军有来无回 喝茶 乡亲们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我们是 为老百姓当家做主的军队 只要有共产党在 土匪没什么可怕的 主带 跟我走 去哪儿 我这正在发传单呢 不顺利 我不放心副连长 你带我朝近道朝去 公使啊 杨风火跟你有八百之一 你这么做 就不怕他跟你 反脸拼命吗 要是他跟我拼命 恐怕今天在这儿 听特派员说风凉话的 那就是一堆白骨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不会放掉这个机会了 只要有阳风火 别说是一马穿了 就是拿下整个河江 也不是男生 公使长 您这话说的 有点太危言耸听了吧 大汉 使者面前注意分寸 大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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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他们来了 好 来 来 二位 第一笔 大哥 二哥 二弟 二哥 还有 傅连长不愧是英雄做派啊 公大当家的豪爽 正所谓 拾食物者为俊杰嘛 以后 还要多多仰仗规矩了 不敢 不敢 杨风火 好 温奇 叫二叔 二叔 我娘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您 兄弟 你去吧 这儿有我的 您放心 我亏待不了副连长 去吧 那行 那副连长 我去去就回 请便 傅连长 请吧 您请 进来坐 进来坐 哪儿 两个人 这么一大桌的菜 浪费了 不浪费 都是你喜欢吃的 今天给你剑行 王后 然后 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玉蓉 谢谢你 谢谢你能原谅我 这都是命 你要这么说 我心像倒炸一样 我的心都已经被炸透了 疼着疼着就不疼了 之前我愿 你撇下我下山 后来我想通了 报仇比我重要 就算是你当初不撒手 未来还会有别的事情排在我前头 你还是会离我而去 这就是命 我认了 大哥对你很好 这儿我就放心了 我 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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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趴下 来啊 顾万腾 你个狗日的 顾万腾 你冲我来啊 顾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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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二哥拿枪来了 二哥 你要干吗 都让开 我倒要看看 我这个亲兄弟 敢不敢用枪来打死我 大哥 老三 你让开 我要亲口听大哥说 他有没有出卖我 他有没有拿我当枪使 他有没有借刀杀人 二哥 大哥就算有再多的不是 他也是咱大哥呀 再说大哥这样做 也都是为了山上的兄弟呀 老三 让开 是我出卖了你 是我拿你当枪使 是我在借刀杀人 为什么 因为一马川不能留给共产党 一马川是我的天下 所以你就把他们都杀了 只有这样你才不能至神奇万 不论你是想离开邦氏岭 还是想留在邦氏岭 共产党都以为是你我兄弟联手 重创了公军 大哥 我不可能再留在邦氏岭了 我知道 真言 你会背负一个不仁不义的骂名 可是兄弟你留下吧 邦氏岭是你的家呀 我确定的事情 谁也不可能再勉弃我 不可能 八枪举起来 大哥 举起来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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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往这儿打 把枪放下 二哥 来 二哥 开枪 开枪啊 住手 你不能开枪 玉树 你让开 我不让 她是我的丈夫 要杀 连我一块杀 你不要忘了 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她当年救了你 你早就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今天我就把这条命还给她 风火 你不能开枪 你们俩都会没命的 你让我怎么活 玉树 这不管你的事 怎么不管我的事 无论你们俩谁死了 让我怎么活 让我活 你走 走得越远越好 走啊 大哥 欠你一条命 我急着 今天的事 我也忘不了 我再求你最后一件事 把贡局那个连长 让我带走 凤火 你不认这个大哥了 大哥 希望将来你心里 还有我这个二弟 在你身上我 都会干吗 以后 我为你不不想撐 你也不怕了 你疼我 你不我 你照顾你 接着你 满夜的风吹不散悲凉 惩罚的路亦不亦沧桑 心怀着河山望四方 盼望着明天中的晴朗 不眠不休不退不让 来世慕望兄弟再一场 对酒当歌不去乡地上 脚下的热土是假乡 别出花在乡中是流浪 是男儿就应战至几两 英雄不问长夜多长 孤单向前不再彷徨 星辰的微光将希望 亦亦照亮 男儿不畏红归沙场 英雄不问长夜多长 孤单向前不再彷徨 星辰的微光将希望 亦亦照亮 男儿不畏混归沙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